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勤还是日常驳福的需要 都是会和死飞这件东西相关 这次来到Change这个节目 希望能够从Change老师那里得到一些建议 然后帮我解决穿衣风格比较单一的这个问题 NON于2014年在北京正式经营运作 一直坚持着自己的态度 将最纯正的美式风格 最完美的产品 最优质的服务 最合理的价格带给消费者 相信热爱潮流的你 均可以在此逃到适合自己的造型单品 潮流我觉得就是时下 大家年轻人在追逐 去模仿的一个东西吧 所以其实我自己 我觉得还挺多元的 可以尝试不同的元素 像今天这一事我觉得也是一种不同的风格吧 就是比较夏天 比较热带 比较休闲的一种感觉 比较年轻更潮的一种感觉 今天我会用我的方式进行改变 骑行时最大的诉求之一是防护 舒适的长袖打底T恤 自然是最百搭的选择 胸口和袖子上的涂鸦大胆不羁 风格浓郁 黑白搭配更是充满着暗黑特色 单穿就已经令人印象深刻 黑白竖条纹元素 今年大受欢迎 在视觉上有很好的纵向拉伸效果 并且充满街头味道 钮扣 衣标等细节设计是亮点 做工精细又不失特色 大大提升了整件衣服的质感 工装裤 在美式街头风格中 是不可或缺的单品 可以说朝南人手一条 其中均绿色更是经典中的翘楚 怎么搭配都裤感十足 大大的裤兜 在强调设计感的同时 增添了实用度 好 我们这次这一位呢 他是一个比较街头系的一个男生 所以我在给他做改变的时候 保留了一些他自己本身的特色 但是可能融入了一些 比较日系一点的工装和军事的元素 放在里面 所以我会觉得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 他这个T恤上面是 长袖T恤上面是六岁号公路的元素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的裤子 是一个比较军事的裤子 以及他这个 他外面的衬衫 又是一个工装风格的 加上我们这个鱼肤帽 整体就会呈现出一种比较 工装日系和美式这种军事的元素 融合在一起 但是又是非常非常和谐的 我是演员李晨昊 您现在收看的是 ZFashion百度时尚频道 请持续关注我们 MiuMiu的Change栏目 Mi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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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